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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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親身外出去到不同地方收集數據 令我感受非常深刻 對呀,我還記得你們專門走去屯門拿資料 純老,還有這些拿數據的過程 包括燒香,都令我明白到 做科學研究是有資料的支援 而不是只有港幣 而我負責做影片中的動作 令我印象十分深刻 一開始,我是不知道整個過程 幸好到最後都學會 怎樣用這個APP 動作才做到你我無意的效果 通過這次的比賽,學會原來 原來源頭粒子是透過燃燒的 產生的,而且 原來源頭粒子對人體的影響很大 譬如,原來源頭粒子可以導致呼吸困難 甚至會提供慢心臟病的機會 今次這個寶貴的機會 令我們開始研究好空氣這個問題 現在我們開始了做sensor 我們也會一直研究下去 下一步,偏望將無人機和sensor結合 遠距離探測空氣污染 之後可以用這個sensor 由空氣原發粒子濃度高的地方著手 尋找火源 例如三火火源 可以令消防員更加容易 找出火源來破釋三火 這次遇到最大的問題 是我們原本想用sensor8266 和全感器進行通訊 但是sensor8266在測試的時候突然壞了 所以我們就馬上轉到Arduino Uno 然後就重新寫過程式 處理Arduino Uno用 另外為了調整全感器 我們用了兩個全感器互相作對比 用了環保署監測站的數據 和我們的全感器作比較 我們將我們的全感器 和環保署的數據進行比較 所以減低我們數據的誤測增加準確性 除此之外 那些導光線用的接駁器 就卡在UNO第一班的插槽裡面 幸好就用了一些工具 例如螺絲批和一些時間 就可以移除組件和選擇的接駁位 並重新安裝插槽 那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 其實我最開心的是我們的同學 他們大多數都是畢業的時候 是選工科和理科 而每一窩窩蜂都可以選擇雙科 或者是醫科 我希望同學能夠可以自用 不要忘記他的初心 畢業的時候都能夠從事 STEM方面的研究 繼續努力 我覺得香港現在很多STEM比賽 好空氣挑戰賽都是一個好的STEM比賽 我們同學最重要是有服務社會的心態 將他們學到這些智能STEM的技術發揮出來 今次這個比賽 我們同學是可以設計一些智能產品 從而發揮他的技術 同時他們都可以拍一些影片 將一個好空氣的注意程度 給觀眾知道 達到這個STEM教育的目標 今次同學者都是靠自己 主動去學習相關的知識 幸好科大提供了很多很精彩的影片 他們一個一個去吸收 接著就慢慢增進了相關的知識 本來同學是用CO2來做今次比賽的題目 後來經過學習之後 他們發現原來CO2是室外 並不算一個空氣污染物 所以的確經過今次的比賽 他們學了很多很寶貴的知識 我們一直很重視 學生基本能力的培訓 好像今次其實學生是遇到一些困難 我們其中一個線路板是燒了 學生都沒有害怕 他們馬上就用他們一些現有的線路板 重新做個Programming去接駁全錦皮 整個實驗都是成功可以做到的 同學都很活用他們其他在Stamp學到的課程的技能 例如今次為了可以保護我們的感應器 我們特別用3D打印做了一個外殼 而且可以接駁到無人機 另外同學為了豐富整個影片 他們自己主動去學習做一些電腦動畫 今次雖然遇到很多困難 看到同學面對困難的時候都沒有萎縮 用了自己的方法去解決問題 其實這也是多年他們沉澱出來的實力 我們整個團隊都感到很鼓舞